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比較長的 就是DSE 2015年的Paper 1第19條的長題目 這條5分加3分即是8分 但這8分真的挺難拿 尤其是Paper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條題目 現在在圖片中 圖3A 有一個叫ABCD B竇好的形狀 就是五邊形的卡紙 已經知道這條AB是40 這條AB竇好就是40 另外還有這個BC是24CM 這個B竇好D也是24CM 另外還有這兩個角度 ABC就是這一隻 還有角度AB就好 還有D就是80 80度 它現在會說什麼呢 逐一擊破吧 先看看A1 它就叫你找什麼呢 它就說假設角度BCD BCD就是這個角度 就是介乎在150度至145度之間 包括頭尾 A1 逐一擊破吧 它就叫你Find the distance between A and C 即是求下A與C之間的距離 即是說這條長度 事不宜遲 拿張單看紙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科技也很先進 我已經整定圖放大了給你看 它叫你找綠色這條線AC 我畫了在這裡 現在有個黃色的三角形 等下我會用它 它給我們的資料 我都記錄在這裡 80度 這兩條邊是4040 另外這條邊是24 這條邊也是24 我都記錄在這裡 方便大家 好 先來A1 A1 我們在這裡做 我會首先說 利用這個三角形ABC 即是哪一個呢 即是我提示了黃色的那一個 可以嗎 我給你一個Color 讓你溫習的時候 舒服一點 就是黃色的直角三角形 黃色的三角形 它不是直角三角形 在這個三角形 我看到什麼呢 我會想找綠色這條邊AC 但現在我有的是這條40cm 這條是24cm 我想找這條綠色 不要忘記你還有這條80度角 看到嗎 所以以上我所說的四個角 就是三條邊加一隻角 牽涉到三邊一角 三邊一角 肯定是用什麼呢 就是cos formula 有些書叫cos 那即是什麼呢 根據公式 就是C2次等於A2次 加B2次 減2ABcos角度C 背公式就死了 懂得用才生 這條80度對著綠色邊 AC 所以其實你給我 我一來就會寫AC2次 Sorry 寫好一點 就是AC2次 就會等於另外那兩條邊 分別就是24 還有就是40 他們的二次相加 再減2乘以那兩條邊 分別就是24 還有40 再乘以 不夠位 寫在下面 逼著在下面寫 再乘以cos 哪一隻角呢 角度80度 就是這個 所以換句話來說 我們得出了結論 按機 剩下一個 就是AC2次 其實如無意外 你都會按到 這堆東西都幾噁心 就是1842 我寫多幾個位給你 就是595499 寫多幾個給你 最後把2次按旁邊 正負開方巾 所以你不難看到 其實AC 你要拿三色幅 所以AC就是等於 42.9cm 好了 我還說 還有第二個答案 就是AC不夠位 所以寫在下面 就是AC 我寫在入少少 就會等於負 42.9cm 當然 負數是不可能 AC是邊長 負 難道縮進去 42.9cm 所以這個位置 我們就會 reject 中文就叫做寫去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搞定了 順帶也更新資料 這條邊 這條邊 如無意外 就是 42.9cm 我便記錄它 而事實上 繼續下 看看 A2到底 到底問什麼 A2 這裡 叫你搞什麼 就叫你 翻 求下這個角度 AC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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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一隻 好 拿張單紙出來 先說 如果在這幅圖 我們就在同一張紙裡做 好嗎 A2 第二部分 他叫我們找角度 ACboy 即是找紅色這一隻 我已經highlight了 用紅色筆 可以嗎 要找這隻角 我會怎樣找呢 我們不如又看看 這個 繼續在黃色的三個型 那裡 我就告訴別人 就是在 那個三個型ABC 即是哪個三個型 剛才我都說 就是黃色那個 所以我highlight它 讓你方便溫習 我會看到 其實這隻紅色角對著的 就是這隻 這條40 這條邊 那另外 80度這隻角 對著的就是 這條綠色這條邊 42.9 所以其實 即是我剛才以上所說的 有四樣東西 就是兩條邊加兩隻角 兩邊兩角 還不是用Side formula 即是Side law 那根據Side law 或者Side formula的定義 就是這隻紅色角 就對著這條40的 這條邊 所以就會是Side 紅色的角 就叫角度 ACBOY 就是我們想找的 好了 就分之 它對著那個邊 其實就是40這條 所以分之40 就會等於Side 好了 另外一隻角 就是80這隻角 對著的就是綠色這條邊 所以就是Side 80度 嘩 我覺得 就分之綠色那條邊 就是42.9 所以其實 換句說話來說 自己整齡它 把這個承過去 把這個承過去 將這個承過去 交叉相成 所以換言之 你不難按機 最後一調一下 就是Side 紅色這角度 ACBOY 其實就等於 按機的數字都很噁心 就是0.91 按機就是823 5 6 7 當然你把Side調旁邊按Shift side 接著就這坨數 你不難看到這個角度 AC Boy 即是紅色這個角度 其實就等於66.7度 當然更新的資料 這個就是66.7度 就是這隻紅色角 可以嗎? OK 我們下去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看看它問什麼 第三部分就是這個 它就問你 描述一下 當這個角度 BCD 即是這個 描述一下這個角度 它說過 這角度是介乎105度至145度之間 它就叫你描述一下 當它如果這個角度 由105度增加至145度期間 這張這樣的紙卡 即是這張 這樣的紙卡 其實它的面積會如何變化 它叫你解釋 這部分真是深的 所以我都打定性 我都覺得這個不只深那麼簡單 而是超深 不是每個人做到的 對不對? 做到的同學 都 真是說真的 都會有差不多功力 OK? 我先寫好一點 這個叫超深 對不對? 不只深那麼簡單 超深 好了 好嗎? 拿一張單案子出來再說 由於時間關係 我都將 免得揭來揭去 將題目放在這裡 它就形容過這個藍色最關鍵 是嗎? 我就介了在這裡給你看 間低了 這幅圖我加工了少許 我一路講 就一路看 好嗎? 我首先加了兩條 這些綠色線 我都油了兩個顏色部分 第一個就是黃色的三個型 第二個就是橙色的三個型 第三個 還有這個三個型 就是我油了灰色 而事實上 我們剛才題目給我的編場 我全部是藍色 這些 40、40、24和24 CM 我全部都放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 在A1計的這條編場 我的答案都放在這裡 可以嗎? 而事實上 我想先說 先研究這幅圖 這個黃色三角形 其實你看到 跟橙色的三角形的關係 是甚麼呢? 其實兩個的大小是一樣的 其實應該是一個 兩個是全等的三角形 Congurance Triangle 對不對? 如果你知道它是Congurance Triangle 它對應的AC 這條編 它對應就是AD 即是這兩條編是一樣長 所以我都錄定了 是否兩個一樣長 對不對? 所以寫就怎樣寫呢? 首當其中 我也有說 就是AD 這個黃色三角形 它的面積就是 KCM Square 不如我們先AD 好嗎? 我們來的 就是A3 寫到 A3 好了 一開波開中名義 我用黑色筆寫 就是AD KCM Square 就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 B B B Area 就是 Triangle A,B,C 即是黃色三角形 方便你溫習 highlight給你 而事實上 我們會留意到一件事 note that 注意 我叫人注意 note that 注意些甚麼呢? 根本上 我寫了再說 K 是不會受到 Do Not Depends Does Not Depends On Value of 這個 角度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就是 B,C,D 所影響 中文就是 叫你注意 就是 K K是甚麼來的? 就是這個黃色三角形 面積 是不會受到 Do Not Depends On Value of 這個角度 B,C,D 是不會受到 這個角度轉變 而影響 這個面積 就是K 為甚麼呢? 你想真一點 你計這個黃色三角的面積 你可以怎樣計 就是2分1 AB,C 兩條邊夾著角 夾著夾角 這條邊我們有 24 這條邊我們有 40 夾著角就是80 2分1 24 再乘40 再乘40 再乘80 你便可以計到黃色的位置 這角如何變關我鬼事 是否都是這樣計出來 所以這句話 這條角不會受到這條角轉變而影響 而這條角是怎樣轉變 這條角是怎樣轉變 由105度 慢慢增加增加增加至145度 這條角會轉變 原來不會受到這條角轉變而影響 黃色的面積 可以嗎? 再來 我想再說一句 補充多一句 就是Note That 其實那個三角形 我不是太夠位 我寫下 ABC 即是黃色的三角形 其實根本上 就會是Congress to這個 或者可能也夠位 好吧,貪心點放上來 就是Congress to什麼 就是那個 算吧 都不太夠位 好了 不要貪心 就會Congress to這個三角形 A B A B D 原因是什麼呢? 我記錄給你 就是SAS 慢慢記錄再解釋 這個就是黃色的三角形 而另一個就是橙色的三角形 為何這兩個三角形 會是Congress 全等 為何呢? 原因是SAS 為何呢? 因為你想真點 這條邊40 對這條邊也是40 AB對AB就好 這條邊是24 對這條邊也是24 即BC對B就好 D 而這角角角度ABC 都是80 對這角角度AB D都是80 所以其實就是SAS S 跟著A角 跟著就是S SAS 所以其實它們是一個全等三角形 所以 即是換言之發生什麼事呢? 換言之 換言之 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什麼事呢? 就是根本上這條綠色邊 和這條綠色邊是一樣長的 所以其實我會寫下 或者我用綠色筆 你會舒服一點 換言之 即是 綠色那條AC 根本上就會等於條AD 就會等於多少呢? 就是在剛剛A1計算過的 就是42.9 OK? 那原因呢? 當然我會給它 就是叫做 CORRESPONDING SIZE 就是CONGRANCE TRIANGLE 中文就叫做 全等三角形的對應邊 是嗎? OK? 換言之 我也記錄了資料 即是連這個 都是 很噁心 就是 42.9 CM 是不是? OK? 那我們就繼續去 那 那 角度ACB 是67點多 不過說真的 紅色這角度 我都不騙了 等一下都未必用到 OK? 不騙了 那接著我們繼續去 我現在想要留意一下 這個 Area of 這個三角形 ACD 它到底是什麼? Area of 這個三角形 ACD 其實就等於 根據公式 對了 好噁心 根據公式 其實 它就會 或者這樣 我都 不要節省了 對了 我把這個 縮上去 對了 那我把這個 縮上去 好 收拾一下 好 那繼續去 我們現在想看 就是 Area of 這個三角形 ACD 究竟是多少 這個所謂的三角形 ACD 就是 我們所說的 就是 灰色的 一個 就是這個面積 可以嗎? 這個面積可以 如何計算出來呢? 真心說 它就會是 等於 二分一 AB 篩角度 C 你可以把兩條邊夾著角 二分一 AB 就是 這條邊和這條邊相成 再乘以篩角度 這個 所以 換句話來說 就是 再乘以綠色的AC 我給你資料 就是 AC 對不對? 再乘以 這條 AD 再乘以 個 給點耐性 因為這條真的挺煩的 再乘以 一個 粉紅色的角 角度 叫CAD 不是CID 是CAD OK 好 好 接著 我們繼續下 如無意外 我們進入資料 這是什麼 就是 二分一 再乘以 綠色的 就是 42.9 再乘以 AD AD 也是 42.9 好 好 再乘以 塞 粉紅色的角 叫角度 CAD 而事實上 按機 前面的抽選 全部按完 應該用計數機按 920點 多一個位 先拿到四色匹 好了 再乘以 是 SIDE 粉紅色的角 就是 角度 CAD 好了 之後 我繼續說下去 即是 換言之 所以 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結論是什麼呢 我現在想計算的 就是area of of paper card 好了 會是等於什麼呢 當然就是等於 好了 整張面積怎樣計算呢 整張paper card 不就是等於 黃色那一部分的面積 就是 剛才我提及了 K的Cm2 即是K 這部分 和黃色的大色一樣 K加K 即是2K 所以在這裏 就會是2K 對 2K 給它一個黑色 好了 就會再加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中間 灰色那一部分 灰色那一部分的area 剛才在這裏計算了 是不是 就會是再加920 點2 就再乘回 SIDE 粉紅色那一部分 就是 角度CAD 就是 問題來了 如何解決角度CAD 我們再慢慢看一看 目標 為何我們要解決 這塊 粉紅色這塊 這塊 這塊 SIDE 角度CAD 等一下 我們要解決 OK 所以我先記錄了 而事實上 我們繼續去 我推高一點 因為真的不足夠 還有多少位 也不是很多 而事實上 我想繼續做下去的情況 第一下 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在三角形 ACD那裏 是不是 好了 在三角形ACD那裏 其實我們發現了 什麼事呢 ACD 即是灰色那個 我給你一個 highlight 在灰色的三角形裡面 我會看到 就是由於 我知道的就是 這個 綠色這條邊 AC 會是等於AD 是不是 剛才也說過 所以兩隻底角 綠色的底角 應該是一樣 是不是 我們寫 由於綠色 AC 就會是等於AD 就等於 42.9 當然 它在用的就是 Corresponding Size 就是 Congruents Triangles 是不是 好了 中文叫做 全等三角形的對應 邊 所以 我們得出了一個結論 結論就是 兩隻綠色的底角 就是 這兩隻 對不起 這兩隻綠色的底角 它們大家是一樣的 所以 換言之 就是角度 ACD 就會等於 一隻角度 ADC 原因當然就是 用這個 Base Angles 就 Eisorces Triangle OK 所以 換言之 我們繼續下 在這個灰色的三角 我們將這三隻角 加上 這隻粉紅色 加兩隻綠色 加上就等於180度 原因就是 Angle Summa Triangle 所以 其實我們首先 將這隻粉紅色加上 這隻粉紅色 就是 角度 CAD 我搞這麼久都不知道 Mr.Wong想搞什麼 稍後你就知道 再加上 另一隻綠色 就是 角度 ACD 再加上 另一隻 都是綠色的 內角 Interior Angle 加上 就會等於180度 原因當然就是 Angle Summa Triangle 所以 你不難發現 因為這兩隻 綠色的角 其實是一樣的 剛才在上面 這裡提及過 所以 換言之 我們可以將它們兩個 寫成一隻 首先 就是 粉紅色的角度 CAD 再加 二乘 因為有兩隻 這兩隻是一樣的 我們隨便寫一隻 乘二 就行了 好了 就是寫一隻 角度 ACD 就寫這隻 就會等於180度 你不難發現 現在你看到 那個的 關係 即是 換言之 這隻粉紅色的角度 CAD 其實 就會等於 什麼呢 原來就是 等於 180度 減走 二乘以 綠色 角度 ACD 而角度ACD是什麼 如果沒有意外 我先看一看圖 角度ACD 其實 就會 這隻 其實就等於 將這一大隻 就是 角度 BCD 是嗎 再減回 紅色 紅色其實是多少 最多的 應該就是在A2 的時候 計算過 我都要 錄下 我補回資料 在A2的時候 計算過 這隻 其實是66.7度 來的 我先錄下 所以原來 將 我繼續做下去的情況下 這隻粉紅色角 再做 就等於 180度 減走 2乘以 綠色角 就是等於 將 角度 BCD 再減走 紅色角 紅色角 就是66.7度 剛才我在圖上也說過 是嗎 看到嗎 在圖上也說過 66.7度 之後 換言之 最後 你給我 其實再做下去 其實 沒有的 你就是 偉大的基本功 即是 將2放進去 負2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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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你撿 你不難撿到 其實這個就是 31 3.4度 再減回 2 乘以 角度 BCD OK 好了 不夠位 不如我開張新的紙 不要介意 我開張新的紙 順帶我都將 我將這一張 就不如 調去前面 選擇 是的 就 複製 然後 就不如 移去前面 搞定 yes 好 終於成功了 那我們就繼續去 拿張新的紙出來 用 好不好 那 如果有新的紙 不如就 不要太逼 我將這堆東西 吸上去 因為反正都要開那張新紙 是不是 現在的科技真的挺先進的 好 那 咦 為什麼會這樣呢 好 那我先放好 這邊好像吸多了少少東西 那 這裡是不是 喔 Paper 吸走了 Paper 是不是 好 那就是這裡我們拆了 好 好 那繼續去 那我現在想做什麼呢 不好意思 吸了過來 好 那 我現在想說 因為條題目說什麼 就是 當 那個角度 BCD 即是藍色這一隻 是不是 或者我找個藍色畫下去 這一隻 當這個藍色的角度 它是由105度 增加至145度 的期間 那整張紙的面積 會怎樣變化呢 是不是 那我們就看看它 首先我考慮 它是105度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又想想 它中間的那些度數發生什麼事 最後我就想想 最後最大的角度 就是145度的期間 又發生什麼事 我先考慮 第一 就是它的角度是最小的時候 那我就會 Case 1 對 情況1 都不用情況1 這樣寫 那 RAN 角度 BCD 我剛才用了藍色 就是105度的時候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 我 按住它 好了 其實這隻角度CAD 就是粉紅色那隻 其實呢 就會是 根據剛才 這裡都有說 根據這條公式 粉紅色的角 就會等於這部分 就是313 點4度 再減回2乘2 這隻角 而這隻角 就是角度BCD 角度BCD 我都說 就是當角度BCD是105度的時候 那你就按回105度下去 就是105度 sorry 好 所以其實就是 換句話來說 那 我先弄一張紙 先 對 放得太大 好 可以 那 就是換句話來說 如果我們繼續做下去 那 這裡 按機 就會 最後出 103度 OK 好了 那我又再戒開張紙 再看看發生什麼事 如果我在旁邊 戒開它 好了 那我又再看看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當 那個角度 BCD 好了 是 105度 然後再慢慢配戴它 我舉個例子 就去到111.7度 為什麼我拿這個角度 等一下我解釋給你聽 這麼多角度 是要拿到這麼尷尬 111.7度 其實呢 我先做了給你看 其實這隻角度 CAD 其實會等於什麼 其實就會等於 根據這條公式 就會是313 1.4度 再加 再減回2乘2 好了 這隻角度 這隻角度 就是角度 BCD 這隻 就是這隻 就把111.7度 而事實上 你算出來的時候 這隻角度 原本意外你按機 其實它是90度 為什麼我這麼多隻不選 是要選一隻111.7 我先移過一點 不要介意 因為我不是很足夠的 原因就是 因為我預設這隻角度 是90度這樣作 即是逆向思維 我要這隻是90度 那這隻是多少呢 你塞下去 就找到這個 111.7 但是寫就寫這個 行不行 OK 好了 之後再來 如果 我再不斷繼續增大 這條題目有說 增大到去到哪 你看看 這條題目 是否增大到去到145度的時候 這隻角 所以我現在就告訴大家 當 這隻角度 BCD 現在真的去到盡 就是145度的時候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如果真的去到145度的時候 那其實 這隻粉紅色的角度 CAD 根據公式 上面這個 這隻粉紅色的角度 就是 將313.4度 然後 再減 2 角度 BCD 角度 BCD 就是這隻 145度 就是 145度 所以 如無以外 你按機 其實這堆東西 就是 23.4度 可以嗎 換句話來說 我會看到一些東西 其實根據 Side Curve的定義 Note That 我在這裏補一句 好嗎 我就會說 Note That 留意一下 叫人家 叫人家 就是什麼 那個 Side 角度 粉紅色的角度 CAD 即是這裏 整個粉紅色的東西 這裏 剛才我前面挖了 記得嗎 記得 這裏 我就挖了這裏 這裏 這裏 是會怎樣呢 如果是90度 的時候 它就會達至最大的 我先寫下 就會 Attend A maximum 就 When 那個 角度 CAD 是等於90度 意思一上 這個情況 就是形容 粉紅色角度 CAD 是等於90度 這裏 就是最大的 可以嗎 所以其實 換言之 我會看到些什麼呢 換言之 這裏 真心說 這兩塊 的 area 是不會受到 藍色的角度 由105度 轉變到 145度之間 所影響 我在這裏 已經說了 是嗎 所以其實 唯一影響到的 只不過 是 這三個型 它的面積 會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 問題是怎樣放大 怎樣縮小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area 是由什麼掌管 就是由這條式掌管 看不見到 由這條式 Area of paper card 是等於兩個K 即是兩個這個面積 你已經調整了那個K 就不能動 再加 920.2 這個都不能動 再乘二這塊東西 那就是說能夠動的 就是粉紅色這塊東西 而這塊東西 什麼時候達至最大 就是 角度CAD 這塊是90度的時候 所以其實轉變很簡單 即是說 首當其衝 這塊東西 面積 首先這塊 它是會 不斷慢慢上升 由105度慢慢慢慢上升 緊隨其後 它會怎樣呢 去到 最終的area 就是來到這裏 因為這塊角是90度 sorry 因為這塊角是90度 是嗎 之後呢 緊隨其後 這個角因為再跌下去 所以其實你不難想像到 之後那個area 就會再次縮小 OK 所以其實呢 我就會怎樣 present呢 換言之 我便會這樣寫給別人 換言之 即是當 那個角度 BCD increase 動文字社 從105度到145度的時候 首先呢 那個area of那個paper card 會increase的 然後呢 然後呢 緊隨其後 它會怎樣呢 它就會去到這個位置 就是粉紅色角 達至90度 那就是達至它的maximum value 對嗎 然後呢 就 達至 然後呢 緊隨其後 它會怎樣呢 就會下降的了 那個面積 OK 行不行 那我就描述了它那個轉變 那個卡紙的面積的轉變就是這樣 這條真是深的 OK 還有抽象 我說的時候 其實都試圖 看看怎樣可以說得 你容易些去明白 這條真是要自己 用點時間量量量 這部份 可以嗎 這部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 我去到最後那部份 剛才那部份 我建議你多聽幾次 多做幾次 多做幾次 A3 這個 好 好 好了 去到B part B part 他問你什麼呢 他現在就說 假設角度 B C D 真的有個實數出來 剛才那隻藍色角 是132度 他就說 將那個 圖3A中的 紙卡 就沿著AC 和AD 接起它 而導致那個 AB 和AB 鬥號 就連接成 角錐體 ABCD 就好像 圖3B 這樣說 他就叫你 求下角錐體 ABCD 的體積 圖3B在那裡 如無意外 就在前面 就是這個 這樣接起它 而事實上 我拿張單看紙出來 再和你慢慢說 我已經 擺定了這兩幅圖 和加工了 你看看這兩幅圖 左邊是圖3A 右邊是圖3B 而事實上 我放下資料 剛才算過這條綠色線 是42.9cm 他給你的資料 這些藍色 我都放在那裡 有用的都放 即是紅色 剛才算過 這個是6.7度 當然 待會再比較一下這幅圖 兩幅圖做比較 你會發現 這條線 AC 我有了藍色 就是這條 是嗎 粉紅色這條 AD 其實就在下面 而這一塊 平面 ACD 灰灰色 這一塊 就蓋在底部 看到嗎 而事實上 這條邊 AB 和AB 就好 你當是石膠水 無縫接合 這樣 就接到這個位置 整個追體 便出來了 我留心說 多一件事給你聽 看到 這裡有一塊 綠色的平面 ABM 我給了一個 叫M點 這塊平面 其實是把這個追體 一分為二 分成雙等份 那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像切蛋糕一樣 把這個追體 切成兩塊 一模一樣大小的 的固體出來 的固體出來 明白我說什麼 好了 做著再說 做著再說深入一點 好了 去到B Part 這個也是深的 我怕不夠位 所以我都退過一點 B Part 首當其衝 我想說 角度ACD 即是綠色的角度 是多少呢 即是這隻綠色 看到嗎 角度ACD 或者這樣寫 你跟我說 那個 藍色的角 叫做角度 叫什麼 這個 角度BCD 是132度 BCD 是不是 這樣寫下 當角度BCD 是等於132度的時候 那我們會發生什麼事呢 嘩很噁心 我們會發生的就是 綠色的角 就是叫做 角度ACD 其實就等於 把藍色的132度 減回紅色走 紅色的角度 在A Part A2的時候計算過 就是66.7度 所以我已經在圖上 事先看到嗎 所以你減一減的情況下 你不難發現 綠色的角 其實就是65.3度 而事實上 我更新資料 即是綠色的 其實我們都知道 就是65.3度 可以嗎 好了 我現在就寫多一句說話 就是 Lat 那個M點 就be the midpoint 就off cd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考慮 M點 在這裡 或者在這裡 就是cd的中間 那一點 就叫M點 我就在這裡拉一條虛線 叫AM 其實這條虛線 其實就等於這條 藍色這一條 看到嗎 這條 M點就是這條 而事實上 我想說的是什麼 根據現在在三角形AMC 三角形AMC在哪裡呢 你可以用這個 你甚至可以用這個去看 是吧 真心說 這隻綠色角是65.3度 這隻角都是65.3度 不如我記下它 這隻都是65 那隻 這隻紅色呢 就是在這塊 平面ABC上面的一隻角 而這隻角呢 其實沿著 綠色線摺起來之後 就是66.7度 所以你比較一下兩幅圖 你就會看到這隻紅色角 其實就是這隻66.7度 可以嗎 我給你一些色彩 而事實上 我們會看到 根據Size的definition 就是Size 綠色的角 就是65.3度 你會不難看到 其實它是哪條邊 除哪條邊 其實就 如果你用這個三方形體 又可以 甚至用這個三方形體 都可以 真的無所謂 你會看到 AM 就是藍色這條邊 就over 綠色這條邊 就是42.9度 所以就會是AM 就over 綠色那條 就是42.9度 所以其實就是 換句話來講 將42.9度 隨便承扔我旁邊 全部按摔機 等好左右兩邊 調轉寫 所以你不難發現 其實AM 根本上就等於 38.9度 拿多個位 拿夠四色彩 因為中間步驟 就是38.98度 所以其實我更新資料 這條AM就是38.98度 我在這裡抹 這條是 38.98度 換句話來講 這條也是 右手邊幅圖 也是 38.98度 而事實上 我們繼續去 OSO 我們在同一個直角三角 我們會看到 如果用COS去說 COS綠色的角 就是65.3度 其實會等於什麼呢 我先記下 根據COS的解釋 就會把 這條邊 叫做CM 就over到 綠色的邊 就是42.9度 這條邊 如果在三角三角櫛 都一樣 就是這條邊 再除綠色的邊 就 不如我 用紅色筆 代表這條邊 代表CM 紅色不代表它,這條我代表用紅色 換句說話來說,就是紅色的CM 就over綠色的那條就是42.9 然後將除變成,除42.9,調改變成42.9 所以你會不難發現紅色的CM 其實等於多少呢? 拿四色幅,多一個位,就是17.93 換言之,紅色部分,這條CM 就是17.93 如果真的要記錄,就是17.93 Sorry 過一個CM 好,再來 希望你繼續接受到 好,接著我會看到什麼呢? 就是說在… 都幾煩的 這條,三角形 就是BMC BMC就是哪個呢? BMC 不如我們看這幅圖 我這裏就有一個BMC 因為我加了一條綠色線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看到這裡有一個直角 而事實上,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我沒有油給你,沒有highlight給你 就是這一個,三角形BMC 就是這個 其實在這裏我會看到 這條邊的二次,綠色這條邊的二次 再加一條紅色這條邊的二次 就是這條斜邊的二次 就是用Particle Serum去計算 所以這條BM就是綠色 我想計算它 就是BM 這條邊的二次 再加一條紅色 紅色的就是 17.93 就是整條東西的二次 就會是等於 整條二次 整條二次 原因 我再加一條紅色 當然就是 Particle Serum 我不是很夠位 所以 不如我 偷多一行 所以就是BM是多少 自己按機 其他東西就轉組之腳 即是BM是 15.95 好了 Or 那個BM 就等於 負15.95 不可能是負 負是甚麼意思 難道代表 它縮入去 15.95 CM 不可能 所以這個 如無意外 邊場沒有負數 沒有縮入去 所以這個就是rejected 中文就叫做 寫去 行不行 我不是很夠位 我亦都 割開他 分成兩邊做 好嗎 我就把帥哥 割一割 讓他破壞 帥哥又為教育戒犧 犧牲了 又在說廢話 Mr.Wong 算了 不廢話 不難夾 你怎樣撐得住 這條真是這麼長 好了 不是很夠位 我繼續向上去 好 我在這邊做 右邊 之後 你給我做 我現在看到些東西 我看到些什麼 剛剛才算完 這條綠色邊 其實就是多少 看到嗎 就是15.95 所以不如我先記入資料 在圖上 這個就是15.95 以事實上 我會看到 就是 在這個三角形 綠色這個三角形 ABM 我便想計算一下 這塊綠色平面的面積 我稍後才會告訴你 拿來做什麼 我現在就告訴別人 就是Apply 我用什麼方法計算呢 就是用希羅公式 用Heron's formula 就是Apply Heron's formula 按在哪個三角形 就是綠色的三角形 ABM 好了 即是這塊 綠色這一塊 再次重新 sorry 就是綠色這一塊 OK 為什麼可以用到呢 原因 這條邊我有 40 這條邊我有 38.98 這條邊我也有 剛剛計算完 就是15.95 所以你明白為什麼 我要計算綠色的BM 是嗎 我有這三條邊 那S是多少呢 根據 Heron's formula S 當然會等於 那四條邊 分別就是40 再加綠色那條 42.9 再加另外第三條 也是綠色 就是剛剛計算完的 那條BM 就是15.95 將這三條邊加完 再除 小心點 不是除3 是除2 你不難發現 S其實就是 47.47 所以 Area 是多少呢 Area of 這個三角形 ABM 其實 你不難看到 根據公式 就是S乘以 S減第一條邊 再乘以 S減第二條邊 再乘以 S減第三條邊 整塊開方巾 所以 如果你 S就是 47.47 第二條邊 就是 S減第一條邊 就是 7.47 S減第二條邊 減完之後 就是 8.49 還有 S減第三條邊 減完之後 就是 31.52 寫好 再開方巾 按機 如無意外 這裡就會出 就是 308.0 拿夠死色幅 因為未是最終的答案 換言之 不要忘記 其實 我們現在要計算 這塊的 Volume 這塊的Volume 可以怎樣計算 不如我們先計算 前面的鈣 或者這樣說 這塊綠色平面 其實是什麼 說真的 等於切蛋糕 你當這塊是 30蛋糕 你當然想 劈開它做兩等份 分給兩個人吃 例如 舉個例子 你和你男朋友 去吃 切蛋糕 當然切到兩邊 同一大小 不會大小超 這塊綠色平面 其實就是你 下刀的平面 所以 你會把這塊 梳裂 整塊蛋糕 切成兩等份 沿著綠色 那塊平面 切下去 所以 其實 我要計算 這塊的Volume 等同於 首先 計算 切完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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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裂 它的Volume 再把它成二 便完成 這塊的梳裂 我們可以怎樣計算 Volume 其實如果綠色 這塊是底 那塊 那塊膏在那裡 那塊膏 其實就是這塊 紅色的CM 你看到嗎 因為這個位置是90度 沿著頂點 一條 高 這個位置剛好有90度 還不是 高 CM 所以 根據公式 三分一底面積成高 三分一底面積成高 便可以計算 這塊的Volume 將它成二 整個梳裂的Volume 便完成 對不對 所以 其實我們先計算 一塊 所以 Volume 我這樣寫 Off Tetrahedral 就 A B C M 即是前面那塊梳裂 劈開一半之後 那會是怎樣計算呢 就等於將三分之一 再乘以底面積 底面積很明顯 我都給你了 就是綠色 我用綠色筆寫 就是 the area of 這個三角形 就是ABM 好 好 就再乘回 這個 膏 這個膏就是 紅色那一條 就是CM 所以 其實 換句話來說 你把所有東西都塗進去 那 就是 換言之 現在你塗進去的話 那就是 現在那個 我的 這裏就是三分之一 這裏就是三分之一 再乘以綠色那塊平面的面積 就是上面 在這裏計過 記得嗎 就是308.0 所以這個位置就放回 308.0 再乘以紅色的部分 而紅色的部分 我們就會是 CM CM就是剛才計過 在這裏 就會是 17.93 就會是 17.93 所以 換言之 我們出道來的答案 如無意外 你按相機 應該就會是 18.40 來的 可以嗎 換言之 所以 我們會知道 我們要計那塊東西的Volume 那塊Volume Off 那塊的Pyramid 那個追體 A,B,C,D 究竟會是多少呢 當然 會把 剛剛 我們把半解的蛋糕 就是 1840 剛剛在上面計過 就是這個 半解 然後 將它 乘回 乘回 2 換句話 最後 終極答案 就是 36 80 CM Crypt 這是 終極答案 可以嗎 OK 好了 這條都頗長 終於搞定了 買重式 做數 這條 好了 看看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我試圖給你們看 這個就是 A part 的問題 題目 這個就是 B part 的詳細題目 這個 A1 A2 的詳細答案 看看有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 A3 的詳細答案 而事實上 這個 繼續 A3詳細答案 在這裡 有兩版 所以這條都頗深 至於 這個 就是 B part 詳細答案 我試圖一張子 給你們看 不過可能會小一點 可以嗎 真的查一查 看看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